朋友们好,还是老套路,我们还是从巴赫莫特聊起 巴赫莫特我们如果看,我经常给朋友们推荐的地图网站 Liveuamap.com 我们就看到U形的形状 在中间的位置还稍微突进去了 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后来我了解到突进去的间接那个地方 实际上是一处墓地 就是瓦格纳进到墓地之后 对着墓碑照了几张像,他就宣布他们占领了那个地方 然后呢,地图的这个网管 就把那地方图成了红色,就认为是已经被占领了 实际,你说你占领那个地方有什么用啊? 你无非就把那死人掏出来,然后你钻到那里头 省得再去挖那个战壕了吧 散兵坑了吧 但是呢,那个地方你说,乌克兰人不了解嘛 肯定了解,乌克兰人不愿意在那地方站着,你站着就是挨打 就是送死,人家指望那个地方投放炮弹 因为无人机去炸就行了 今天早上我给朋友们分享了一小段视频 就在国内的西瓜抖音头条上面,就是乌克兰 这个军人啊,他们在墓地里头 对着敌人扫射的 那肯定就是一打一打骗嘛,扫完了再回去 在那个地方,你建立据点 那是很不好的,你不是在后面那个 钢筋水泥的建筑物的后面 那个比什么据点都管用,敌人无人机来 他都找不着 这就是巴克兰特的情况,另外再说一说阿弗蒂夫卡吧 今天我从LIVEUAMIP.com那个地图网站上 看到阿弗蒂夫卡情况比较危急 军管的那个当局啊,已经把 进去的这个路已经分掉了,就是 除了军人,老百姓啊,或者是志愿者啊 或者是新闻媒体啊,再不允许进去了 就是说,里面呢,只有军人可以往里头用积阳 可以伤兵往外用 老百姓基本上只能往外用,而不能进去了 就是那个地方的情况有点微妙,我们继续关注就行了 我在以前,就是 发这个视频的时候,有一位比较细心的网友啊 他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们也不能说理论吧,理论太大了 有些人就喜欢弄什么这个理论,那个理论 把自己弄得多了不起事的,我们可千万不能这么弄 就是那个人说是,他感觉到啊,现在在 乌克兰管理 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的时候 在战场上可能已经 实行了这种格式化管理,什么是格式化呢? 就是把这个战场啊,就是 按照经纬度,或者是其他的标准 化成各种各样的小格子 然后呢,用不同的无人机 好像是这100个无人机 钉那个小格子,另外一个无人机 100个无人机钉那个小格子 同时,北约的这个天上的卫星 也可能是按照格式化的标准 一个小格,一个小格盯着 还有些商业卫星啊,等等的 就是整个,因为乌克兰是个热点嘛 就是,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军方的 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 都在看着那个地方 而很多这种信息啊,都可能会 分享到有偿或者无偿的 交给乌克兰的这个军方 然后呢,他们就去 定点的清除敌人 当然啦,就是说,总体来说 乌克兰现在的,在战场火力方面 还是弱于俄罗斯嘛 泽隆斯基择叶,他呢,说是 现在,敌人的火力是我们的三倍 说三倍可能稍微有点夸大 就是为了再多要援助 让这个国际社会感觉到紧张 但是,两倍怎么着的也会有的 我们先跟朋友们聊过嘛 就是现在,乌克兰方面 平均每天发射的炮弹差不多就是一万发 而俄罗斯方面呢,是超过两万发了 就是说,两倍肯定是有的 但是,两倍你也受不了,你打一炮,人家打两炮 当然,对方的这个 炮弹的精度不是那么高,但是人家也在慢慢的提高 人家也在用无人机指导,人家天上也有卫星 也有各种各样的手段 所以就是,战争是相当相当惨烈的 乌克兰这方面呢,也是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我在今天早上又录屏给朋友分享了一段 乌克兰的克拉根营 他们呢,在索莱达尔和俄罗斯方面 主要是瓦格纳巴进行晋升入博 也就是夜战的一些场景,是相当精彩的 在那里头我们看到指挥部里头 怎么样去指挥,你看那个军事地图就是网格状的 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前面说的 乌克兰战场管理的网格化模式 首先呢,人家就是通过热成像的 带有热成像镜头的 无人机在远方看着 指导着远程的炮火 把敌人从封散打到集中 就跟我小时候放羊一样的 为了把羊归拢到一块儿 先从边上打,先从远处打 你把那个土块扔过去,土块碰到那个地上 形成了类似爆炸的效果 把羊就吓一跳,然后羊就 就传到一块儿去了 乌克兰的克拉根营啊 战士们,也就用那个炮像轰一羊似的 把本来封散的俄罗斯的军人啊 那些都可能站岗的,巡逻的,因为那地方是个指挥所嘛 就昏到一起,然后中间炸了一炮 保证把他们全部打掉 最后,剩下那么一两个呢,他们就出动了 就是这个特种兵 因为克拉根这个营,它本身就是特种营 就是,它这个营的结构,营的历史 等会儿有个回门再聊 就是这个特种兵就带上它的夜市装备 去那么十来个人,把那些人也都给消灭掉 可能司令官也给消灭掉了 这个克拉根营啊,它的长处就是渗透 然后在敌户破坏 就是前面给朋友们分享的那个视频啊 只是他们近期打仗的 就是上面审核之后 同意他们发出来的一部分 其实他们的战绩是相当相当突出的 那现在呢,我就给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克拉根营吧 克拉根营是2022年2月24日成立的 也就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准备三天拿下基辅的那次战役发生之后 就是说要他们给成立的 是由谁成立的呢? 是由原来的亚素营的一些老兵们成立的 亚素营在2022年2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全部交给乌克兰政府了 就是已经属于乌克兰国民警力队的一个准军事部队了 就是已经属于乌克兰中央政府管 就是已经成为冠军了 但是有些人呢,他就不想当冠军 他还是想当老百姓的民兵 所以呢,他呢,就是战争来了 他呢,就从老亚素营里头带出了一部分人 又招了一些志愿者 那志愿者也都是其他部队的战功赫赫的老兵啊 然后就组成了这个克拉根营 组成克拉根营,你也不能跟政府完全脱离开 他呢,就是跟其他的志愿兵一样 也跟我们经常把它叫做什么 护运兵,就是外国的志愿兵 格鲁吉亚的,白俄罗斯的,俄罗斯的 还有土耳其的,以色列的,还有咱们加拿大的 美国的,法国的,就这些外国志愿兵 他们到乌克兰去帮着乌克兰打仗 都不属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管 而是规,乌克兰国防部协调 基本上是向乌克兰国防部 那个部长列子尼科夫向他汇报工作 但是呢,国防部对他的具体的战术 也不做过多的干涉 但是呢,情报最起码是共享的 就是说,他们打得相当的自由 就是,现在这个指挥官 他的名字叫做康斯坦丁诺米切夫 我的俄语名也叫康斯坦丁 所以呢,我听到这个名字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康斯坦丁诺米切夫啊,他是现在的 克拉克营的指挥官 也是这个营的创立者 就是由他负责联络那些 亚素营的老兵 过去的,他原来也是亚素营的指挥官 他们在2022年2月24成立之后 打得相当的优秀,相当的出色 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特种作业 他们呢,经常要到敌后去 要渗透,要做破坏 很多的战绩啊,不太适合录成视频 肯定他们也有视频嘛 发布到网上,这样呢,别人就会盯上他们 所以呢,就是 我们以前可能没听说过 这么一支部队,但是呢,其实相当相当厉害的 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 他们呢,摸了一个敌人的指挥所 活捉了俄罗斯 15个军官啊 然后就交给了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政府是相当相当高兴啊 然后呢,就有什么好活都交给他们去做 我给朋友们分享的那个视频,前面给朋友们聊了 是索莱达的,索莱达 那次袭击的指挥所 是一个活口都没留 全部给杀了 因为是晚上,也不太方便 带回来,其实也没什么好带的了,前面大炮 把大部分的人已经打掉了 冲进去,最简单的就是扫一梭子 扔几个手榴弹,干完活 高高兴兴回家就行了 这次战斗,他们 克拉根这个营啊,一个战时 都没有损失 干完活,顺顺利利的 就回来了 因为这个克拉根营,在索莱达尔 成功的,又袭击了 敌人的指挥所,则也非常高兴 专门啊,就嘉奖了他们 现在这个营啊,既然把这个视频 公布出来了,下面呢,可能 可能也就准备召安 进一步进入乌克兰的序列 然后按照正规军去打了 不过,你头的一部分战士 可能也就会再出来 然后再在别的地方,再成立一个 什么样的民间的志愿兵 的组织,因为总有一些人喜欢 自由自在嘛 这个营的成分啊 俄罗斯人说他们都是 极右势力,但是呢 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民间 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 这是相当能打的一支部队 对乌克兰国家 是相当忠诚的一支部队 现在俄罗斯的 这个叙事方式,他们就这么说嘛 不管是民间,还是 政府,还是军方,谁要 特别特别忠诚于乌克兰,那谁 就是极右势力 这是他们的叙事 当然我们不会听了嘛 好了,关于乌克兰战场 以及乌克兰的克拉根营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